第三世多杰强佛办公室 第三号公告 近来接到消息 一些仁波且或法师及文法典 以恭敬佛法的名义 强行向前来恭闻佛陀宣说法音的行人 搜取五百元一次 或数目不短的文法费 第三世多杰强佛办公室深感震惊 认为这是欺骗行为 为此可公告如下 第一 第三世多杰强佛 在法音中已经多次明确开示 佛法是拿来解脱众生苦恶的 而不是用来剥削众生的 任何人只要有学习佛法 崇散怨恶 利益众生 求解脱的意愿 我们都应尽量满足 包括牺牲我自己的利益 也要尽力帮他人得到幸福快乐 更不应该论其富贵品鉴 第二 行人对佛法的恭敬是应该的 每个人发心建立文法典 或者供养 护持某一个仁波且 法师文法典 那是他自愿的发心 这是敬业的愿力和福报功德 任何人不能硬性规定 是以黑夜的压力强行收钱 因为这不是修行人立众为目的的行为 而是罪业的举动 如果有人以任何方式规定文法的弟子 必须交钱才能文法 否则不得文法 这等于是将佛陀的法音变相的出售 这是邪恶行为 是以金钱对佛法的亵渎和侮辱 已经背离了佛陀的教导 因为有的人本来就生活困难 有财富的人不但不能向他们收钱 反而还应该拿钱来帮助他 佛堂文法典不应该与文法来逼他们交钱 而是应该支助他们 千万不要撕掉致他交换菩提心的行愿 第三 第三是多结羌佛早已公开宣布不接受供养 连弟子们的直接供养都没有接受 也没有接受过仁波姐 法师或文法典转来的供养 不但不接受供养 而且还把自己卖化的钱拿来捐赠给寺庙 救助贫苦和灾民 第四 第三是多结羌佛办公室 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的供养 更不会支持规定交钱才能文法典 欺骗大众 亵渎佛法的行为 特此公告 第三是多结羌佛办公室 2009年5月29日 第二是多结羌佛办公室 第二是多结羌佛办公室 第三是多结羌佛办公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